主语呢是cell这个人之后是一个壮语 谋语呢是was 不语是不情愿 之后呢又来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是说他拒绝取代这样的一个货物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两个完整句之间是没有连词连接的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语法错误 这里要注意呢 therefore只是一个副词 它呢并不能去连句子 那类似的词还有比如说however class even lan 等等 这些词呢它都只是一个副词的词性 在基脉考试当中呢是不能去连接句子的 一定要把它们和连词做一个很好的区分 所以说A选项呢我们可以排除 在RB选项当中呢一开始是一个问应导的状语同句 是说当他是非的时候 之后呢又来一个伴随状语去修饰主句 是说不愿意去加重 主句呢是他拒绝带货物 那这个时候相当于主句有两个并列的状语同句 第一个呢是当他正在飞的时候 第二个呢是不愿意多加一点重量 但很明显呢这个是不合逻辑的 因为我们不能说当他正在飞的时候 他拒绝去带这样的一个货物 因为他飞的时候肯定不能再去加重了嘛 一定是在他飞之前 他就已经拒绝去carry一个额外的货物 所以说B选项呢这个在时间的顺序上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逻辑错误 C选项呢一开始since引导的一个状语同句 然后我们发现呢后面这句话又有一个so 这样一个连词 那两个完整句之间呢一个连词就足够 C选项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语法错误 D选项呢主语是不愿意去加重这样一个事情 都名词在做一个主语 微语呢是was不语是raising 所以说整句话的主干呢就是一件事 是原因 这是这个句子的框架 那我们可以暂时先留一留 一选项当中呢一开始是一个省略了B颖的伴随状语 然后伴随状语里面呢问事休事 不愿意去加重的一个时间状语 主句呢是sell这个人拒绝去带货物 那这个时候呢整句话的框架它强调的就是sell干了什么事 那和4D相比呢这个什么什么事原因很明显就不是很合适了 因为整句话的核心应该应该核心意思呢应该是去说sell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说D选项呢可以就此排除最后答案是5亿选项 然后再说一句话